脸书 苹果 奈飞 谷歌 亚马逊 这些长了翅膀的美股 过去几年朝着太阳的方向飞翔 把美国股市屡屡带向新高 可是最近一两个月 他们似乎也遇上了上空气流的颠簸 投资者不禁要问 这是正常的波动还是坠机前的征兆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 我们需要判断的是2008年 金融危机后开启的一轮新的商业周期 在经过了长达10年的复苏和增长后 是否已经到达甚至走过了顶点 要步入下行轨道 对于投资人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经济增长期 消费者的信心 银行的利率 就业数字 工业产值 投资回报 这些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指标 良性循环 投资赚钱是大概率事件 小白投资人也能通过购买 ETF或者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回报 但是一旦进入进入收缩的轨道 刚才说的这些指标 轮番进入恶性循环 就连再优秀的公司也无法独善其身 股神的投资也会大规模缩水 除非 除非你能正确判断 商业周期的顶点即将出现 把大部分股票转移到国债和现金账上 耐心等待经济收缩到达低谷 在新的商业周期开启前 把投资转移到大宗商品 石油 房地产和成长类的股票中去 问题是如果你现在翻看任何商业媒体 每天都有人站出来说 我们已经到达顶点 在不久将来 历史总会证明有一个幸运的评论家 踩对了节拍 其他人都是错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经济指标 消费者的信心 就业的数字 工业产值等等 它们都是历史数字 也就是说 发生过后才会被统计出来 商业周期的顶点 我们只能在后视镜中看到 但是我们并不是什么也不能做 忍者甚至可以比较有信心的 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商业周期有A B C D 这几个里程碑的话 美国现在应该处于B和C之间 也就是说 这一轮商业周期的大部分增长 已经完成 具体离C有多远是不可知的 一个月 一年 甚至更长 不排除有少许可能 我们已经越过了C 只是在等待统计部门 收集到数据以后告诉我们 位于这样的阶段 目光长远的投资人 应该减持股票 大宗商品 高收益债券 加持现金和美国国债 如果你认为 我们已经达到了C的附近 甚至可以买一点黄金 因为任何股市暴跌后的几周 黄金都会大涨 我们之前说过 判断市场的节奏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普通人应该长期持有大盘ETF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 更进一步研究任何事情 那么花点时间 理解商业周期 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事情了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